电视剧《陆战之王》虽然剧集才播出了十多集 但是陈晓饰演的新兵张能量已经热出了不少户来了 对于这么一个开始看起来不怎么讨喜的角色 陈晓自己也用作来形容他 文娱新天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晓 电视剧《陆战之王》是陈晓第一次演绎当代军人 和以往白白净净 帅气忧郁的形象不同 这次他饰演的张能量充满了男性荷尔蒙 不过剧集播出至今他还没有看过自己全新的表现 我有个习惯就是自己剧播的时候 有点不太敢看自己的表演 因为怎么说 看自己总是觉得怪怪的 陈晓不追剧 可观众们却追得津津有味 不过一开始的剧情中 张能量这个人物却没怎么获得好评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太任性了 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手机的问题了 凭什么一个礼拜只给我们一次机会玩手机 而且每次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这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呢 好像每一个行业我们都是从刚出道 从年轻人过来 人年轻的时候总是比较着急嘛 于是可能吧 他的这种所谓的张狂的性格 也是他自己的一种伪装吧 刚进部队不久 张能量就失踪了十多个小时 为的就是抗议新讯条例 眼看抗议不成 他竟然转头就越即打起了小报告 甚至还不知天高地厚地和旅长下站铁 我见过狂的 我没见过你这么狂 不是 你要是不信的话 我们可以比试比试 好啊 批批就批批 不轻易认输的张能量 其实最大的对头还是班长牛努力 因为一心想做九旅兵王的他 始终得不到牛努力的肯定 任性的张能量甚至在训练的时候 一有机会就找茬 但是耿直的牛努力并不把张能量的这些小心眼放在心上 在张能量为了抓捕逃犯身处困境之际 他仍然出手相救 甚至还负了伤 谁料事后张能量却不服安排 执意要和牛努力争功劳 张能量 你是一定要得到这个三等功劳吗 我不是一定要得到 而是我该得到 我从来都没有否认过班长的功劳 是 我是想留下来 但我现在在这里 只是陈述事实 实事求是 不能因为班长他受伤了 就说他是最大的功臣 你们把他们救了你 这功劳还不大吗 有一点虐的 他其实心里可希望 他的班长能够肯定他了 但这个班长就不肯定他 有的时候表扬吧 也是很 就是满足不了这种 张能量这种年轻人 急于渴望想证明自己 想获得成功的那种感觉 基于求成的张能量 简直成了刺头处处树敌 新兵连拉链第一个 野外生存项目开始后 新来的轮训连长杨俊宇一出场 也被他怼得无言以对 你叫什么名字 刚能量 张能量 张能量 久闻大名啊 新兵连里的风云人物 嘉奖与处分同样的多 还会请教您是 特战连连长杨俊宇 我听说过 爱沙尼亚特种兵大赛 五个代向的冠军 这你都听说过 那都是以前的事了 是 本身就没什么价值 坐死 只能用坐死 这两个字才能概括 就是这样 我看剧本的时候 我就这种感觉 果然呢 后面就摔了大跟头了 就如陈晓所说 张能量的挫折教育很快就要来临 因为杨俊宇转眼就给他来了个下马威 在我带你们训练的这段时间里 我要让你们懂得如何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 给大家一个见面礼 原地佛城 两百 预备 开始 说起来试验杨俊宇的吴岳 还是陈晓中戏的诗歌 这次师兄弟头一回合作 吴岳对陈晓最大的印象竟然是 就是形象过于漂亮了 但是他自己为了这个形象不太好看 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就比如说他的化妆都化得很少 底都很少 本来就不用化妆嘛 但是有的时候做脏或者说做黑 有可能皮肤比较白吧 做黑或者做脏是需要的 为了降低颜值 陈晓在戏里还常常自毁容颜 不过他却自爆 这其中还带有点小刺心 他经常的一句口头禅 就是小伙子们全部给我 弄出汗 他时常跟我们洗脑的 就是小姑娘看到你们 油光光的皮肤 黑油油的 上面都是汗字 会喜欢到不行 我说是吗 记者李飞志上海独家采访报道